- 沒想到是這麼大台的舖舖叫我們來機場 - 沒錯我要出國了 - 我們的航班 - 好的我現在剛到機場 - 現在時間是三點半 - 等一下是六點半的飛機 - 要準備前往日本了 - 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- 所以想說要來好好記錄一下 - 一樣會把看到的好玩的新鮮的事情分享給大家 -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- 然後啊這次也特別買了這個底片相機 - 傻瓜相機打算帶去日本拍 - 然後裡面27張底片 - 如果回來的時候有拍到什麼好看的照片 - 再跟大家分享 - 哇整個機場超級多人的 -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密室 - 因為我今天只吃了午餐之後就沒有吃東西 - 我整個超餓-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是在第一航廈報到 - 我也一直以為第一航廈有麥當勞 - 結果沒有 - 所以我現在只好去便利商店覓食 - 想要吃一個熱熱的包子 - 然後想要再吃一個豆皮 - 我真的是超級餓 - 買了一個筍包 - 哇又要出國了 -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搭虎航耶 - 超酷的 - 從天黑等到天亮了 - 天亮了 - 我到東京了 - 現在就是要準備出關 -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開始第一天的行程 - 完全沒有安排的行程 - 那就是Let's go - 日本的便利商店 - 哇這玉飯飯很可愛耶 - 剛剛出關 - 覺得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友善很可愛的國家 - 就是剛剛在領行李的時候 - 然後就有 - 他們就有牽著幾隻狗狗 - 然後就聞你的行李有沒有放一些微禁品啊 - 或是放一些氣味比較重的東西 - 那個狗狗真的就是直接湊在你的 - 湊在你的行李那邊聞耶 - 我覺得超級可愛 -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錄 - 因為裡面就是沒有辦法拍照 - 但我覺得 - 很新奇 - 而且裡面的人真的對台灣人都超好的 - 我一直都知道日本的販賣機很厲害 - 但親眼看到這種賣冰淇淋 - 然後賣軟糖 - 還有飲料的 - 就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- QOO由中國 - 好喝 - 現在要來正式啟用 - 我的傻光相機 - 好的啊 - 我們就來看看這幾天在日本 - 可以拍出什麼樣的好照片 - 復古照片 - 我去再來跟大家分享 - 嘿嘿 - 現在要來這間A.E.O.N - 非常非常大間的一個Shopping Mall - 日本的街道真的很漂亮 - 第一站來到的是這個A.E.O.N - 然後我其實不太知道它到底怎麼唸 - 但這邊就是一個很大很大型的Shopping Mall - 我這次呢就是走一個Shopping Mall行程 - 我現在就在這間商場啊 - 來密室一下 - 然後因為我剛剛搭飛機 - 因為下飛機其實有點不太舒服 -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要找一個 - 可能沒有低銷啊 - 然後也不用吃太多的店 - 然後我就看到這邊 - 你知道 - 觀光客就會看到台灣有的東西 - 就很想進去逛一下 - 要看嗎 - 東西一模一樣 - 非常的療癒 非常的正確 - 日本的醬油燒 - 第一間海鮮店 - 我看到麥當勞了 - 來每個國家做的第一件事 - 就是要先吃麥當勞的薯條 - 有沒有厲害 - 還有我看不懂 - 只能看圖說故事 - 謝謝 - 第一餐的麥當勞 - 它的薯條很好吃 - 它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- 因為我有一個定律 - 就是說 - 如果 - 那個國家的電壓比較高 - 如果是220V的話 - 他們國家炸的薯條會比較好吃 - 但是沒想到日本100V的 - 也還不錯 - 但是它的味道跟台灣 - 跟韓國的都不太一樣 - 它有一個我做不出來的口感 - 來嘗嘗看日本到底的章魚 - 魚燒 - 其實長得很漂亮 - 而且它是酥脆的那種外皮 - 然後我剛剛沾了一個美乃滋 - 雖然非常辣差 - 緊急 - 不知道緊急怎麼樣 - 來吃吃看 - 看它麵附上滿滿的菜 - 我覺得很好吃耶 - 但我覺得它有多加一個 - 還是因為美乃滋是酸的 - 那個美乃滋好像是酸的 - 因為我知道有一點點薑的味道 - 炒麵炒麵 - 而且這炒麵比章魚燒好吃耶 - 味道 - 這炒麵很好吃 - 我現在在看 - 剛剛點麥當勞的明細 - 我都看不懂 - 是滿可愛的啦 - 這個日文字滿可愛的 - 結果現在遇到藥妝店 - 然後我的同事們說我買 - 炎藥水 - 噢 他們炎藥水好多種類喔 - 啊 這小花 - 然後還有 - 聽說Z也是一定要買回去的 - 是免稅購物嗎 - Yes - 因為要裝入專用的袋子 - 所以在日本國內請不要打開 - OK - 它剛才有選中文還是英文還是韓文 - 你跟我說這裡面有日本狗貓是不是 - 好可愛喔 - 哇 - 哈囉 - 想跟我回台灣嗎 - 想跟我回台灣嗎 - 我終於懂 - 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來日本了 - 我原本剛開始來的時候會有點怕 - 因為看不懂日文 - 但是 - 真的會被它的東西吸引耶 - 就是我們是用 - 角色人物 - 和商品實用性來交朋友 - 我覺得好有趣喔 - 好喜歡喔 - 來到一間很復古的乾麻店 - 而且剛剛看的價錢 - 滿便宜的 - 對啊這糖果啊 - 這牛奶妹你看過嗎 - 我看到一個很久不見的東西 - 不知道我的觀眾知不知道這些東西 - 這是我那個年代的口紅糖 - 我最喜歡葡萄口味 - 剛剛在那間乾麻店啊 - 買了這麼多東西 - 然後總共才2000多日幣而已 -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成天新勝寺 - 非常古色古香的一個地方 - 而且我覺得在這邊感覺有這種心靈被淨化的感覺 - 然後這邊可以抽籤 - 抽那個籤之後 - 然後對應的數字 - 再拿一支屬於你的籤 - 看看你的浴室如何 - 二十 - 吃雞喲 - 累累累 - 等一下要去吃晚餐 - 吃雞喲 - 剛回飯店睡了一下 - 現在要出來 - 蜜食 - 薩利亞 - 我們住的飯店旁邊 - 好像有一個 - 這應該是一個車站 - 然後二樓 - 貌似是補習班 - 考大學的那一種 - 來看看日本的全家 - 裡面有什麼東西 - 聽說這個牛奶很有餅 - 想喝喝看 - 然後有一些炸物 - 他們的甜點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- 哇下班時間人好多 - 有點想要吃豚 - 它有豚骨嗎 - 今天的晚餐 - 吃霧高屋的拉麵 - 東華料理 - 甜巴飯堂 - 還有剛剛買的 - 很有名的牛奶 - 好像真的 - 蠻好喝的 - 說日本的牛奶和台灣的牛奶不太一樣 - 因為好像台灣會 - 多加一點 - 就是可以讓 - 可以讓牛奶放比較久的代氣 - 但日本沒有 - 很好吃 - 他們的紅綠燈的那個餡 - 真的不知道是幾秒 - 麥當勞的外送車 - 好可愛喔 - 現在剛吃完飯 - 想說在附近繞繞 - 然後 - 日本的日夜溫茶現在有一點大 - 早上蠻熱的 - 然後早上天氣也蠻好的 - 但現在就是有點冷 - 我的外套有點飽 - 其實是會透風的 - 然後好像有一點在飄雨 - 天啊 - 沒關係 - 但就是出來玩就是好事 - 希望可以 - 老天爺給我們一個好天氣 - 日本真的到處都有時鐘 -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日本的7-11 - 然後這邊也是超暴大監的 - 台灣這個豆皮烏龍 - 應該要賣七八十塊 - 這邊換算下來才五六十耶 - 其實 - 舒服 - 這好可愛喔 - 上面是水果耶 - 水果冰 - 哇 還有這種冷凍食品耶 - 然後這邊還有一整面 - 也都是生鮮食品 - 品項比台灣的還要多啦 - 有不誇張 - 日本的超商啊 - 都會把商品陳列得非常非常好看 - 然後對強迫症的人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- 好的 - 我們繞啊繞啊發現這邊有一間 - 中午逛過的什麼AEON的Supermarket - 日本的便當真的做得好好吃的感覺喔 - 納豆 - 我看到一個我好喜歡的東西喔 - 豆蕊米的魔法棒 - 為什麼辛拉米有這麼小碗的 - 連收錢都是機器收 - 貼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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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要來挑戰夾娃娃機 - 花一百塊就好了 - 沒勒 - 果真是會讓人想繼續下去 - 現在時間是日本晚上八點 - 已經打烊要下班了 - 好早就關了 - 好的今天是我來到日本的第一天 - 其實好像沒有去很多景點 - 但也是走了非常非常多路 - 然後也買了一些東西 - 對 然後今天對於我這個日本小白 - 第一次來日本 - 我真的好開心 - 我現在很期待 - 明天後天大後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- 好的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- 我們就期待明天的行程 - 明天見 - 好難得 - 我所有的字都看得懂